最近有美媒揭露了55年前美军的一份报告 报告显示当年美国空军甚至计划对中国发起核打击 那么如今的我国能否顶得住核大战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就在最近美国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美国一位军事分析师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当中 这名美军分析师披露了一份美国五角大楼 在1966年发布的一篇秘密研究报告 而这份报告所展示的内容可是相当的惊人 根据报告中的内容 在1958年金门炮战开始之后 美国军方的高层当时甚至想过 对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发动核打击 当时的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认为 如果不动用核武器的话 如果美军想要帮助台湾进行防御 最终的胜算并不大 如果解放军真的要大规模对台湾发起攻击的话 那么美国空军首先需要使用核武器摧毁解放军的空军基地 防止大陆对台湾实行空中封锁 这还不算完 当时的美国空军也充分地考虑到了其中的风险 毕竟当年拥有核武器的可不光美国一家 我们这边也有苏联的存在 但是当时的美军高层认为 相比于解放军拿下台湾以及周边岛屿 苏联的核报复是可以承受的 相信有不少老铁看到这样的计划都很惊讶 当年美军竟然如此认真地考虑过对中国发动核打击 这还不同于抗美援朝时杜鲁门的核讹诈 主要是为了吓唬人 而是认真地考虑过可行性以及后果 其实虎哥想说的是 这算啥比这更夸张的核打击计划 美军都曾经认真考虑过 2015年时美国军方曾经解密了一份 于1956年撰写的预测性报告 这份报告主要讲的就是 对华约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核打击计划 而在这一份计划当中 光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就要挨上150枚核弹头 而我国首都北京自然也在打击范围内 根据美军的计划 我国的首都摊上的核弹头 尽管比莫斯科少得多 但也足足被分配到了23发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当下武昌都拥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 几个大国之间通过核威慑 保证了全世界一定程度的和平 但是在背地里 美国仍然在暗戳戳地制定着各种核大战计划 假如说真的爆发了核战争 那么我国能否顶得住呢 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呢 虎哥想先扭转一下大家一个固有印象 很多人都还以为如今武昌的核弹头 能毁灭人类几十次 但是实际上呢 除非所有人类全部集中在一起 否则当前武昌的核弹头当量 连毁灭一次人类都做不到 甚至都做不到完全毁灭一个大国 就连冷战的巅峰时期 美苏双方各囤积了数万枚核弹头 当时想的也不过是摧毁对方一半的人口 以及一半的工业 实际上啊 当时美苏两国囤积的核弹头 以及核载具 有大半都是瞄准着对方的核弹发射警去的 瞄准对方城市的核弹头 仅仅只占一小部分 如今也是一样 并且想要摧毁一个大城市 可没有大家想的那样容易 比如说50年代的莫斯科与北京 一个需要150发核弹头 才能基本确保莫斯科被摧毁 而北京是23颗 至于现在 规模更大的城市那就多了去了 目前的我国有2000多个县市 显然凭借美国现有的3000多能用的核弹头 是摊不完的 而面对核爆炸 其实哪怕是在城市中生存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 目前基本上城市当中高楼大厦相应的地下车库 以及地铁 基本上都属于人防设施 能够有效地抵御核弹空爆产生的高温冲击波 以及核辐射 洲际弹道导弹 从美国飞到中国 基本上就得需要20分钟左右 从我国的战略预警卫星发现拉响警报到核弹落地 这段时间也足够众人跑到地下停车场 或者地铁等庇护场所当中去了 至于说在山沟沟里的一些乡村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 一来宝贵的核弹头不会浪费在这些地方 二来山体本身就是阻挡核爆炸最坚固的掩体 因此绝大部分人口都分布在平原地区的美国 真要打起来那损失要比中国大得多 所以说尽管到时候损失会非常大 但是中国顶下来核打击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损失会非常大 当然对我国发动核打击的国家 下场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目前我国主力核载具的生存性能 都是顶尖的 为的就是能从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中 生存下来并反击 当然核战争到最后是没有赢家的 因此我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是呢 做好最坏的打算也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美国这个国家 着实是太过恶心人